內地走私六合彩報鼓吹賭博 荼毒民眾引發無數悲劇 深圳市警方徵破當地歷來最大的跨境走私彩報案 檢獲3萬多份尚未派送的港產彩報 和《蘋果日報》馬經 被捕的19名走私集團成員全部被重判入獄 東方報業集團獨家取得法庭的判決書 首次揭開這個不法集團的黑暗面紗 這個集團活躍在越港多年組織龐大嚴密 每年將幾千萬份曾經由黎智英旗下公司 為聖印人的港產六合彩報 和《蘋果馬經》偷運到內地 由走私至銷售一條龍包辦獲利超過一億元 這個集團更加和地下前座勾結 將錢匯回來香港 而這個集團的幕後主佬 是一名姓潘卓浩阿泰的香港男子 內地警方正全力緝捕他歸案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